很多朋友都在问 如果奇遇穿越到龙珠的世界 他能打败悟空吗 今天他真的穿越了 奇遇大怒 每次都让我到处穿越 什么时候才试着头呢 眼尖的他一眼就看到了远处 埋着的七颗玻璃球 看着这些小球上面 还印着星星的图案 奇遇心想 这如果拿回去 一定能卖得好价 这也是他的身后 突然出现了一位奇怪的人士 两人都能从对方的身上 嗅到危险的味道 奇遇率先开口道 你也想要这几颗玻璃球吗 但它是我先看到的 你战胜了我 那这七龙珠就可以送你 说完悟空直接开启 超级赛亚人模式 听到对方说这是龙珠 这让奇遇直接双眼放光 心里默念 今天这场战斗必须赢 悟空早已摆好进攻架势 面对他的威压 奇遇也是丝毫不惧 战斗开始 悟空展开超音速的一拳 直接命中奇遇 但奇遇甚至位置 都没有被撼动分毫 悟空没有停手 继续发动强力的攻击 悟空的拳脚 犹如暴雨般倾泻在奇遇身上 但可惜没有任何效果 奇遇的肉体 真的早已超越人类极限了 奇遇一记认真拳 强如悟空 也只能被轰飞数百米远 奇遇不愧是迄今为止 动漫里最强的主角 就在奇遇准备回去拾起龙珠时 他的身后突然传出了巨大的动静 原来是悟空开启了终极形态 面对这样的悟空 奇遇还能打过他吗